第四次 着实发生于二十七九十年代以后 二十七九十年代以后 以广泛使用计算机 广泛使用计算机 等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时代 以广泛使用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时代 那么计算机我们讲的是二战以后就开始使用了 但是广泛使用在全球广泛使用是二十九十年代以后 对人类的社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进入这个信息时代 真机时代 电机时代 电子时代和信息时代 人们认为人类进了四次产业革命 那么六次产业革命说 六次产业革命说 这个现在有人主张了六次 人不多 但是呢有一定代表性 那么今天长老六次产业革命说的 就是今年刚刚去世的 钱学森 钱学森 那么钱学森不光是一个大的科学家 他对这个生物学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 比较重视的 法博是科学理论的传说 那么钱学森呢 这个钱学森认为啊 人类经历了六次产业革命 那么这个六次呢 我这念下名称了 念下名称 因为主张这个数法的人不多 第一个呢是 发生在这个几千年前了 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 就是所谓的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 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 农业的出现了 农业的出现 那么第二个呢 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 所发生的商业革命 这个在重商主义的这个指导下 发生的这个商业革命 第三次呢 这个钱先生呢 讲的呢 是工业革命 这个和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那么第四次 和前面讲的也差不多 是指十九世纪晚期 这个十九世纪晚期 所经历的电力革命 它称之为电力革命 这个电力革命 第五次 是信息革命 信息时代的信息革命 那么第六次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进入信息思维以后 还有什么产业蓬勃兴起 生物 生物革命 生物技术啊 在上世纪末 开始 到现在呢 是蓬勃发展 蓬勃发展 出现了许多 这个新的 这个生产领域 这个生物 这个技术领域 出现了这个变化 生活工程等等 前一世纪主张了 这个建立了这样的 这个六次啊 这个产业革命 最重要的是 生物技术革命 生物技术革命 那么我以前看过 前一世纪的文章 他在有一次这个内蒙古 开了一次讨论会上 他还预言啊 这个人类还会进入另外一场革命 就是沙漠 沙漠革命 沙漠革命 现在这个沙漠面积是越来越大 被人类的生存啊 这个也构成重大威胁 所以大宝内蒙古 这个参加的一次 制沙这个会议上 制沙在这个会议上 他在会上就发言啊 他就是这个讲到 人类未来还要经历一场 制沙了这个革命 或者沙漠革命 沙会变成宝 沙变成宝 我们要但愿这天会早日实现 这个我们国家西白国 大量的沙漠 制沙变成宝 好 这是人类所经历的产业革命啊 我们在这儿 主要是了解 第一次和第二次 第一次和第二次 那么除了刚才所讲的 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外 有的书上 又写了技术革命 书名用的是技术革命 所以产业革命 技术革命呢 又是容易混淆的 两个专用名词 两个专用名词 那么技术革命 它是指 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界 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界的手段 和方法上的突破和飞跃 这是人类啊 认识改造自然界的手段 和方法上的突破和飞跃 这个手段和方法上的突破和飞跃 讲的具体一点 它是生产中 生产工具 生产工艺 生产工具 生产工艺 还有生产流程 和生产方法上的重大突破 重大突破 讲的具体一点 它是指的是生产工具 生产工艺 生产流程 和生产方法上的重大突破 包括重大发明啊 或者重大的技术革新啊 等等 等等 所以这是呢 这个技术革命的内涵 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讲过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技术 这个我也问过这个同学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 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 对不对 技术革命实际上是 产业革命里面一个部分 是它的前提 对吧 技术革命要是产业革命里面 一个部分 是它的一个前提 这样是它前提 年轻之间 我们讲的是有联系的 年轻之间是有联系的 所以一般以技术革命 为标题的著作 或者文章 它的内涵要摘一点 更加摘一些 这是第三个 我们需要澄清的 第四个 就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情况 给大家介绍 我们先讲一下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个词的来历 这个词的来历 我们讲 这个产业革命啊 发生的时间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 那么这时候发生的时候 人们还不知道 社会正在建立一场巨大的变革 哪巨大的变革 那么这个词 有人考证的 认为是18世纪晚期 由法国人 受创 由法国人受创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旁观者倾 对吧 在欧洲大陆上 看这个 这个英国发生的变化 一个法国人看到了 这个正在经历 巨大的变革 提出了这个词 提出这个词 但是现在更多的人认为 正是使用啊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这个人我 布朗基 这个人是什么人 是个革命家 现在我们教材不大提到了 以前我们书里面 都要提到这个人 是个革命家 他的生存年代是 1805年到1881年 在19世纪 上半年的时刻 这个布朗基呢 这个提出来 提出来 他认为由于瓦特 和阿克莱特 这两个 这两位天才人我 头脑的努力 工业革命 开始在英国占支配地位 讲到这句话里面 明确讲到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里面 被广泛使用 被广泛使用 英老说是 前面所提到的参考书 恩格斯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 这篇文章里面 广泛地用了工业革命 用了工业革命 那么在政治这个学方面 在经济学方面 工业革命这个词呢 开始被广泛地使用 但是作为学者研究 研究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或者说进入到历史学家去研究的话 那肯定更要晚些 有人认为它是起源于汤英比 汤英比 这个大家在座各位英老师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 汤英比在1884年所发表的一个演讲集 这个演讲集的名称就叫做 英国产业革命讲座 英国产业革命讲座 1884年发表的 这个演讲集 是我们现在所知 关于产业革命最早的专题研究著作 1884年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呢 是它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不过汤英比 在他的这个演讲集里面 讲产业革命啊 是定性为资本主义竞争 替代中世纪的成就行规 他对产业革命的定义 和我们现在定义差别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认为是以资本主义竞争 来替代中世纪的成就行规 成就的行规 盲图在他这本书里面 对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啊 对英国产业革命呢 做了系统的研究 包括 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 它的过程 都做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概说 比较好的这个概说 那么从那以后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了 一关产业革命的这个研究呢 开始逐步逐步的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包括对欧洲 对美国的产业革命研究 那么在我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 对产业革命系统研究 是建国以后 建国以后 那么现在可以查到的 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著作 是诞生于我们学校 历史系 佛同士堂历史系 是1957年 林举戴先生所写的 英国工业革命史 1957年 这个林举戴先生所写的 英国工业革命史 林举戴先生 这个 1957年 他所写的 英国工业革命史 这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他也做过 我们系的系主任 但是在八十年初的时候 就要去世了 八十年初的时候 去世的 但是这个林先生这本书 出来以后啊 又过了几十年时间 在工业革命 这个系统研究方面 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 随着我们国家 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工业革命啊 再重新开始系统研究 从我们刚才总结的参考书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八十年代以后 但是进入到八十年代末 我们国内的产业革命的研究啊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事业 进入新的事业 那么就像产业革命 或者工业革命 后面加了一个画 研究的这个事业 开始呢 着重于工业化的研究 着重于工业化的研究 那么八十年代末 这个工业化的研究 它是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部分能进行的 作为现代化 一个动摇领域里面所开展的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这个到网上去查文章 或者是这个 从网上去借书的话 更多的是以现代化 或者是法国的工业化 以这样的书名 是出现的 那么在这些书里面 然后再试一看的话 就涉及到工业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这个研究啊 它的兴趣点呢 直播着发生变化 因为我们的发展相适应 这是工业革命史的 这个大致的这个研究情况 但总体来讲 这里面现在这个研究而越来越细 包括工业领域 对农业 对商业 特别对人的行为 所产生的影响 去分析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工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这个第一步还讲的时间长了一些 那么关于工业革命的 为什么最早在英国发生 实际上 以前我们都有过定论 一个政治前提 再加上几个什么 一些具体的条件 对吧 那么工业革命 或者说人们这个 再把它喊一扩大一点 这个工业化 为什么最早在英国发生 对英国 很多的 这个多年多年的条件有关系 一个就是自然一些统治 在英国的群体 工业革命以后 工商业资产阶级 在英国呢 开始占统治地位 那么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 对它的工业革命开展 有什么好处 这我们主要讲 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 更多的是要顾虑到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是比较犯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具体一点呢 比方说国家在制定关税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 制定关税 在照顾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前提下 该采取什么样的关税 外面的商品 在这个输入到本部来的时候 会怎么样 高关税 特别是工业制成品 要高关税 但是对农矿产品 是以低关税 是不是 要满足到自己的需要 那么同时呢 对出口 本国的工业产品的出口 要给予低关税 给予低关税 给予工业补贴 给予生产补贴 那是能补贴 所以人们要细细地研究 当时的英国的这个关税政策的话 实际上和我们八十年代 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话 很多都是想象的 都想象的 所以这一点啊 大家实际想象的话 这个很好去理解 是理解 那么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主要是从 一个企业的生产 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入手 我们要办一个企业 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 首先要有钱 是不是呢 第二个要有人把你干活 是吧 这是我们通俗说法 那么这个办企业 所需的钱 叫资本 是吧 那么这里也顺带讲一下 这个钱和资本 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经济学生 大家在上次 政治经济学生时 都讲过 是吧 因为投资的钱 叫资本 后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讲 能够带来 甚于价值的 这叫资本 第二个呢 必须要有 自由的雇佣劳动力 现在工业产生了 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 那么从资本上来讲 英国 解决这个资本问题 靠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 殖民流动 殖民流动 那么从18世纪开始 英国在海外 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殖民地 那么到19世纪时 我们讲 已经建立一个庞大的 大英殖民帝国 大英殖民帝国 那么在海外这个殖民地啊 英国呢 最初采取的是 成龙的暴力的铝头 暴力的铝头 那么这个我们在教材里面 有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 暴力铝头 包括我们讲呢 它这个铝头的钱 最大的一块 是来自于印度次大陆 一个我们讲 这个印度的石头 我们会讲的具体的事实 这边觉得还有一块呢 就是黑鲁贸易 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从事努力贸易的一个国家 在从事黑鲁贸易的固成里面 获取了庞大的 博弈的资本 博弈的资本 赚在的钱啊 赚在投资呢 国立的工工业生产 这是从海外 主要两个来源 那么从资深来讲 资深的资本原始纪录 也不能弄杀的 不能弄杀 主要从这个手工业生产里面 所积累的财富 对吧 以及我们讲的 通过这个全球运动 所赚的这钱 过去讲一句话 资本家在发家的时候 一分钱就要扮成两贯去用的 那的确是这样 那么在解决这个劳动力方面 解决这个工业这个生产 所需的劳动力方面 英国大量的是依靠全球运动 将大量的农民 从农村赶到了城市 成为一部所有的 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全球运动里面 这个已经讲到了 第三个条件 英国这个八成工业革命的 第三个条件 就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原料 那么工业革命所需的 最基本的两个原材料 一个是煤炭 一个是铁矿石 一个是煤炭 一个是铁矿石 那么煤炭和铁矿石 现在英国不作为 它的自然资源所存在的 主要是在工业革命期间 开始差不多了 现在主要是靠海外 那么英国呢 它这个工业革命 这个之前的时候 它有丰富的煤炭 和铁矿石资源 那么英国的煤铁资源啊 它运藏呢 最初的时候 有很好的优势 就是煤矿和铁矿 距离挨得很近 运输比较便利 运输比较便利 那么这个工业原料 还有一个 就来自于农业革命 在全球运动的过程里面发生农业革命 这样就带来工业革命啊 所需的大量的农业原料 包括解决粮食问题 解决粮食问题 解决粮食问题